如今的美国为了能长期保持自己的霸主地位 全面拉开了与中国的对抗 比如现在的东亚地区 经常能看到日本、韩国在上蹿下跳 其背后挑起事端的就是美国 面对越来越难以预料的国际形势 很多人都担心 未来的美国会不会彻底在亚太地区挑起战事 带领整个北约杀向中国呢 北约建立于冷战时期 它曾经一直标榜自己是防御类型的军事组织 但是自从苏联解体之后 北约的动作却大部分是攻击性质的 现如今 北约已经甩开联合国 进行了伊拉克战争 阿富汗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等等多次战争 那么 在美国裹挟之下 将战争矛头指向中国 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中国的胜算有多少呢 一位俄罗斯的将军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言论 如果北约与中国进行战争 那么就是狼入虎口 自讨苦吃 俄罗斯将军的话 是不负责任的唱衰北约 还是事实真的如此 我们可以从纯军事角度 和经济角度进行分析 但不管怎么分析对比 都能得出肯定的结论 不过在分析之前 我们要先排除核武器的因素 否则将无法对比 而且 我们的对手 也不应该仅仅算北约国家 还应该算两个亚洲国家 日本和韩国 这两个国家虽然不在北约之内 但却是美国的正牌盟国 从军事角度上来分析 我们可以从中国的传统上来入手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在对抗外族的时候 不是没有失败过 甚至还曾经失败得很惨 但是 我们却通过自己文化的包容性 最终将大部分外族融入了中华大家庭 那些不肯融合的人 则全部赶走或者消灭 正因为如此 中华文明成为了在世界上的古文明之中 唯一传承有序的 在近代史中 中国也在两场光乎自己生死存亡的 对外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一次是抗日战争 一次是抗美援朝 两次战争的情况有所类似 都是中国军队以极其劣势的装备 对付优势火力的敌人 中国军队之所以能最后取得胜利 靠的就是自身的坚强意志 和庞大的战略纵深 而这两项优势 如今我们还都存在 所以 只要有人胆敢踏上中国的领土 失败就是注定的 为了佐证这一点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如今双方陆战兵器的先进程度 作为陆战之王的坦克来讲 北约和日韩加起来 一共有六种先进的主战坦克 分别是美国的M1系列 德国的鲍2系列 法国的勒克莱尔 英国的挑战者 日本的90是 韩国的K2 这些坦克先进程度都差不多 而相应的 中国也有自己的先进主战坦克99是 在其他的导弹 武装直升机方面 中国的武器也并不落后 在陆战兵器这一点上 双方可以打平手 作为如今战场上的新贵 无人机的作用正越来越大 在这个领域 中国武器的优势是很明显的 各种大型 小型无人机武器 可以做到让敌人防不胜防 而同时 中国拥有专打无人机的LW30激光武器 装备和打击成本都非常低 而北约要想拦截我军的无人机 只能用昂贵的导弹 即使用一架换一架的方式 我军也能够耗光北约的导弹 从而在战场上取得优势 说完陆军 可以再说说空军 如今中国的空军力量 已经足够震撼了 现在我们拥有歼20 歼15 歼13种先进的制空战斗机 从轻型到重型 再到隐身 覆盖的面很广 而北约方面 最先进的战斗机 就是美国的F-22和F-35 但是F-22生产线已经拆毁 现有的100多架不仅年老实修 而且是损失一架是一架 F-35情况也不好 最近公布出来有多达875项设计缺陷 而且无法弥补 剩下的就是大量的F-15 F-18 阵风等上一代战斗机 相比起我军空军来讲 他们并无优势 况且 北约的空军兵力投放全靠航母 即使将北约的航母都开过来 其舰载机数量也不如依托大陆的我军空军 况且 我军还有地空导弹和高炮助阵 这些都是他们没有的优势 北约部队在空军力量上 是不如我军的 不过 让敌人登陆 这毕竟是下策 因为那样 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面临 我国百姓生命和工业设施的大量损失 即使最终我们取得了胜利 代价也是巨大的 所以 最好是可以预敌于国门之外 这一点 就只能靠海军和暗防武器了 中国的海军 是近些年的一大亮点 052和055型先进驱逐舰的入列 让人民海军的战斗力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尤其是055万吨大驱逐舰 不管某些人是否承认 如今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战舰 比美国和日本 韩国的军舰要先进不少 至于北约的其他军舰 只能去和052比较 根本不入055的法眼 此外 中国的暗机反舰导弹 除了已经实现超音速化之外 还形成了300至4000公里的 全面覆盖的打击能力 而且 东方21型导弹 更是可以在配合东方CF高超音速武器的情况下 直接对美国航母构成威胁 即使是仅仅靠驱逐舰和暗舰导弹 我们就可以完成对北约海军的全面 而如果算上航空母舰的话 情况则更加不同 新中国现在有山东舰 辽宁舰两艘成熟的中大型航母 双舰完全可以联手 对敌人的战略后方展开攻击 如果福建舰实现入列 对北约的打击能力将会更加提高 到时候攻守意为 不安的国家可就不是中国了 美国和北约最为厉害的地方 其实并不在于武器 而在于他们的海外军事基地 美国在亚太地区有8个军事基地 如果再算上欧洲澳大利亚的 那军事基地就会达到400多个 如果中国海军主动出击 这些基地就会如同锁链一般残忍 但是如果是北约进攻中国呢 这些禁止不动的军事基地 又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可能除了轮休之外 不会有太多的支持 除此之外 北约进攻中国 还有一个武器制造上的问题 中国的武器是纯国产的 其中基本没有任何外国产业链上的东西 但是北约国家大部分 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工业化 走上了金融化的道路 其工业制造能力 已经远远不如几十年前 更没有全产业链的支持 他们的武器中 或多或少都有些中国的零部件 但如果他们和中国开战 也就意味着和中国的全面脱钩 没有中国产品的支持 他们的武器零件问题如何解决 而且 从本次俄乌冲突中就可以看出 北约各国 包括美国 其武器产能是比较低下的 据一些资料披露 美国的炮弹月产量 仅仅是一万五千发 甚至不够俄乌前线一天的消耗量 其他的欧洲国家 也是类似的情况 而对垒中国 战争烈度肯定比俄乌要大得多 他们真的能支撑这种消耗吗 这很难说 如果放弃武器的对比 单单较量人员数量的话 双方的差距就比较明显了 北约加上日韩 总兵力不超过200万 而中国的兵力 则是250多万 而且 双方的装备都很完整 这也就意味着 在现代化武器先进程度相当的情况下 中国的总体军事力量 比整个北约还要强 另外 我们还可以比较北约国家和我们的战略后备力量 根据2022年的最新统计 北约30国家上日韩两国 总人口是在11亿左右 而中国的人口 则是14亿 也就是说 即使北约和日韩 以换家的姿态进入中国 和中国也有将近3亿人的差距 而如果算上欧美 日韩的总体人口老龄化情况 中国能够投入战场的人 可能比账面上要更多 除了这些 中国还有个独特的优势 就是在海外生活的华人 这些人虽然有的已经入籍 也有极少数当了汉奸 但是相信大多数人是不愿意看到自己祖国被侵略的 他们一旦团结起来 就会在北约的后院放上一把火 如果这把火北约控制不住 就是一场烧垮他们统治架构的燎原之火 直接可以引发革命 届时的北约不要说打中国了 连自己的统治都会成问题 好了 关于军事 我们只说这么多 中国和北约的真正对抗 最大的可能是以经济的方式进行 其实 在2018年之前 世界经济是已经具有最优解的 那就是全球协作 中国无疑是全球协作的最大赢家之一 正是借着这股东风 中国的工业加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虽然如今中国的人力成本已经提高 但是由于发达的路网和物流 以及依据这些形成的多产业协作 让中国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仍然无人能比 而中国的崛起实际上也让北约国家有所受益 甚至收益比中国更大 在中国扩大加工业挣辛苦钱的时候 他们已经通过品牌和金融手段 赚取了远大于中国的利益 甚至在这种体制中 他们出了什么问题 中国还愿意拿出钱来 帮他们渡过难关 其中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发生在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 但是一旦双方爆发战争 经济上的合作肯定是不可能继续运行了 那么接下来就看双方谁能撑到最后了 中国的工业优势是已经构建出来的全产业链 以现在中国的生产能力 现在中国除了几个别的高科技产品之外 其他的几乎所有生产生活用品都可以自产 而且通过近些年的攻关 中国的芯片生产工艺 也已经达到了全面掌握14纳米 部分涉足7纳米的地步 即使没有外国的芯片 中国也可以自成体系活得很好 同时中国的产品买家 也不只是北约国家一家 现在的俄罗斯和东盟国家 以及部分非洲国家 都是中国很好的产品销售地 通过他们 中国的对外贸易不会有任何问题 而且如果真的发展到热战阶段 战时经济和军工生产 还可以成为内需的拉动力 让中国经济焕发更大的动力 但是如果北约国家离开了中国制造 却很难存活下去 他们如今的工业加工和金融基础 都是构建在中国加工业上的 一旦他们完全和中国脱钩 是很难快速寻找到新的合作方的 万一工商业崩了 那这些所谓的发达国家 就会立刻现出原形 经济倒退几十年 这也就是欧洲国家 现在大喊理性对待中国崛起的原因 而且双方真的开始全面对抗了 也就意味着中国不会继续背负 他们的债务和社会危机了 如今中国还存有8000多亿美元的美债 是美国的第二大债权人 一旦美国裹挟北约和中国开债 这些美债中国自然是不会继续留着了 不要说中国抛售全部美债 即使是抛售一大部分 都会引起世界性的金融震荡 到时候去美元后的潮流就会更加剧烈 美元这个金融侵略的武器 就会彻底失效 当然美国可以用截略在美华人金钱的方式来弥补 但是那样又会对美元的信誉构成伤害 不管怎么做 中国抛售美债都会对美元造成巨大的伤害 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 中华文明是一种秉承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文明 在中国的历史上 我们几乎没有主动去搞过任何一次侵略扩张 即使有虽远必诸的强悍 也必然以泛我强悍为前提 不轻易启动战争机器 用自身努力的生产来实现富裕 这才是中国人最希望的事 但是爱好和平并不代表软弱 我们走过了灾难深重的二百年 屈辱和挨打 已经成为了我们基因里的烙印 成为我们永远激励自己前进的动力 如果真的有人欺负到了我们的头上 中国人的反击将会是猛烈而且持续的 北约如果真的敢对中国动武 那么等待他们的必然是不测的前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